中文字幕 郭文貴 我覺得創業者 現在最大的困難 就是資金 租金和怎樣找做自由 然後最重要是說別人之餘 你想做一個應用程式的 你想做一個網絡設計的 你都不知道從哪裡開始問 問朋友?問身邊的家人? 我有看到有年輕人去一些地方 有時一萬幾千租一個房仔 一間板房來工作 有些地方幾千元租一張桌子來工作 我覺得這些是很不合理的 未入來之前最大的難題是 找地方開會 作為專業人 實際上工作在某些地方 或是咖啡店 實際上是很邪惡 前來我加入Cocoon 我找到辦公室 我有困難的地方 是找到一個地方 我能夠創造我的專業 並非要簽了長期的工作 在辦公室的工作 我覺得Cocoon怎樣可以支援 給創業者 一個A的idea 但一個C的execution 是不足夠的 結果很可能是一個C 或者D或者F 但一個D的idea 有一個A的執行力 很可能它會是A 經過我們公司的電製網絡 其實我們可以接到 很多不同的項目 是放上我們的網站 給我們這些 的members 機會讓他們去接這些項目 去做 從而去找到他們自己 第一筆的資金去創業 是非常友善的 因為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小工資 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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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發展到 我的iPad eBook Coc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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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現在在香港 都會碰到有很多年輕人 他們都說 其實很想創業 可以說現在碰到的問題 包括了可能 其實同時都會有很多年輕人 有不同的想法 他們都會遇到有資金的困難 遇到有一個 到底我的概念 如何推出市場 甚至最直接是 到底我的客戶會在哪裡 其實都想跟大家聊一聊 你覺得現在這個年代 創業的困難位在哪裡 我覺得他們不夠肚餓 不夠肚餓 因為文化或者現在那個年代 你要找工作做 你一定找到工作做 你要去做創業者 你要有個冒險精神 不如又問Billy 在你的角度 創業最困難 應該是什麼 我比較接觸多 都是在技術方面的 開始 不必要是 最好的技術 最好的市場 最好的市場 我發覺 因為那個時候 誰出來快 還有誰推廣得好 是贏的 以前大家都知道 Sony的BetaMax 和VHS 人都知道 BetaMax的質素 比VHS更好 但是為什麼 VHS贏呢 因為它的市場做得更好 而且它推出的方法 是能夠做到 聯合 能夠佔領市場 更快 我創業最大的困難 有兩樣 第一樣就是 不夠時間 第二樣就是 大膽得來 你又要小心 都不知道有幾大的挑戰 有 創業來說 不是說 只是有一個好的想法 好的產品 是整套的 由頭到尾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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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挑戰 自己硬頸 性格 讓自己所輸的錢 是比較所需要 多很多 其實我創業 碰到第一個難題 就是怎樣令一個客戶 在我們未有品牌 未有案例的情況下 容許我們成為他們服務的供應商